嗨,大家好,我是大飞 今天3月19号 今天在这个旅店里休息了一天 把这个衣服呀,今天洗一下 也有洗衣机这里 正好把衣服洗一洗,晾一晾,也有水 主要是方便,以后要是离开这里了 真的洗衣服还不一定方便 所以说今天能洗的全部都洗了吧 这些全部都洗一下 手套 应该就这些 就这几件,正好一洗一桶 差不多就能全洗了 这里又洗一份 正好洗一桶里,没有衣服,里面应该没有东西 我需要先泡一下是不是 把水开 翻过来洗 翻过来洗 买了一包洗衣粉3块钱 然后买了两个隔两盒 两本 然后回去沾一下东西 先洗了一遍 然后发起一遍 二号 行了 这些应该差不多 半包洗衣粉 全倒里面了 还有半包 这些用不到了 因为这衣服时间长没洗都很多 洗粉少了 我怕不管用 半桶水 差不多 洗衣服已经倒好了 半包 现在开始洗洗一下 然后自动烘干的 拿了一下我 这些之前开浇的那些 我全部都又粘了一遍 还有这个 全部都粘了 给俩好了 还有这个泥瓦掉了 现在又被我固定上了 现在可以了 把之前磨这个刹车 现在被我调好了 现在不磨了 有时候刹车失灵 就因为它挡住了 这个位置 链条油啊 什么基本上都上了 刚才我调试这个车腿的时候 这个丝不要上滑了 等一下要出去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丝 这后台有一点变形 测圈 现在出去让人家调一下 我没有调这个 这个的工具 而且不好孝顺 基本上弄的也差不多了 再出去看看找一找就行了 这些衣服呀 冬天的袜子 衣服 还有多暖什么 我都洗完了 洗完了 现在晾起来 干得很快啊 今天晚上一晚上直接又干了这些东西 这衣服干得太快了 这么厚的东西呀 甩干以后 基本上晾晾了这么一会 基本上快干了 还有一点潮 应该明天就差不多了 我这衣服都洗了 好久没洗 也不知道洗干净了没有 看这袖子是没有发光了 那裤子 皮裤也洗出来了 已经 皮裤也不发光了 行 晾一晾吧 穿上鞋出去 正好 主要是去看一下那个有没有敷 把那个车腿弄一下 要不然带太重的东西 它支不起来 就是很麻烦 这一打送点 我都充满了 然后就今天晚上把这一个冲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好多了 好 可以 这导航把我抖到这个环岛北路 这里来了 没有修车型车的 有一家以前不干了很早很早之前了 还要再找一家 走了七八公里 是吗老板 修车 剪头 我这个后圈有有点打光 而且磨刹车 就是车副条松了可能要正一下圈 还有这个车腿 今天被我上螺丝 下面这个丝滑了能不能看 那弄一下车腿 这样不行 那腿就出问题了 这车跑长途的 太多长途了 是的 这个车子已经拆弹架了 这边已经能看见 这个肤滑了 等一下看能不能修 把那个车胎正好校正一下 那个不是打光吗 好 车子修好了 换了四根车浮条 然后脚踏没有换 其他的也都没有弄 就整了一下后胎 然后把车腿修了一下 上了个螺丝 一共是50块钱 也还行 反正是车子已经修好了 现在不打光不磨刹车了 嗯 车的油呀什么 基本上也都上完了 什么嗯 大差不离吧 能骑一趟 嗯嗯 我去一趟山南 然后先转一下吧 转一圈 老板说他这边来一个 减特的 嗯 西藏穿荡纪念版 然后是一辆长途车 三千多块钱吧 然后过两天看车子来了什么样吧 我先骑着这一趟 这个车然后先转一圈 然后接下来要是搞一辆车的话 就准备就是奔着长途去 现在先去吃饭 出发 晚上八点四十的布达拉宫 内心西藏车 李哥开的财户机 还在这里忙呢 这个点正是忙的时候 李哥 让你们等久了 修好了修好了修好了 起来的 改变吃吧 就拿这个吃吧 煮上了 已经煮上了 这个 这个 不要不要不要 哎哟哟哟哟 哦 差点卖了 不用 饮料就行 喝点茶也行 还喝酒 今天晚上尝尝李哥家里这边做的这个正中的这个柴火鸡 大扮哥呀 尝尝这个柴火鸡 先弄两块 放到碗里 对 来点这个柴火鸡的汤 看这汤挺开胃的 尝尝一下 嗯 味道正合我口味 可以 嗯 微辣锅底 这里有清汤的 微辣的 也可以用麻辣的 茶圆包 这个 老板你再进去 那是谁 再来两块 这个连骨头都没有 还有蘑菇 怎么样 这个是大辣椒 这个鸡肉蘸这个汤 这个汤汁 太广了 但是怎么做呢 他在美排上有 当时发还是用鸡肉蘸的 是养鸡肉蘸的吗 他过去把 对他一杯 这两个人吃了两百多 好 在西藏吃柴火鸡 什么感觉 太酸了 太酸了 这个叫饼子 我感觉好像跟窝窝头差不多 跟窝窝头差不多的 可以糊在这个锅上吃也可以直接 炸到汤也行 我从小在家的话我就是 我家里人 我家里人可以做饭做饭做饭 我都有几个饭 好久没吃这么软的 这个在路上的话一般都是吃干饼 这个是面食的 北方人喜欢吃面食 所以说西藏这边有馒头有饼的话 基本上我都会买一点 这个挺好吃的 有点甜 西藏买这个馒头的面食比较豪华 每个山镇都有 很久的 我过来的那段时间 过年嘛 没开门 好多 过完新年又过到了新年 那才爽呢 我都新年天天去他们家吃生肉 我是喜欢吃了吧 他们这么的新年男朋友都爬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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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quently吃到新年男朋友都爬山嘛 我去吃八千年老山 嗯 哈哈 还有赤粉 有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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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 我自己中心的 都把我拿出去 拿出去 吃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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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锅鸡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 剩了一点汤然后打锅了 其实这堆里面好多那些器材装备 这堆里面好多器材装备 好多是的都是他们不用了 然后就丢这边了 好不好逃一下还能逃出一些 要有卡射炉可以 没有卡射炉其实其他 什么这种东西 怪你的东西都太丑了 有的给我早就要了 其他的我也用不到 哎哟就我一个人都没回来 哎哟 衣服真的都已经干了 还有搭帐篷的 喜欢睡帐篷睡醒 在旅店这边楼上也搭帐篷 刚才我摸了一下衣服都干了 明天嗯出发山南吧 然后转一圈 我正好订一点装备 装备的话因为嗯 时间很久 要十几天半个月正好 嗯把该订的装备订一下 嗯 把边方证看能办的话办一下 所以说去山南转一圈 正好装备来了以后 我就回拉萨 然后就准备出发阿里 正好在这边要是等十几天的话 等装备也不至于 山南正好也没去过 然后去溜一溜看一看 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帮忙 点赞转发 明天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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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